嗨 各位車友大家好 我是李安老師 因為老師的高三學生一直跟老師敲碗 說老師講杯的故事怎麼還不更新 他很想聽老師講杯的故事 好啦 他們要學測 老師要送他們一集 好嗎 我們也好久沒見面了 來 就從這個開始 這個是大魯閣卡丁車嘉年華125master的冠軍 他在2018年12月16號的時候 我記得就是之後大魯閣也沒有卡丁車嘉年華了 所以這應該算是他舉辦嘉年華最後場比賽 大魯閣蠻好的 他獎盃都蠻大的 我來講一下這個故事 因為大魯閣算是老師很常練車的場地 所以我算是很熟的 我那時候在測試的時候測得不錯 在第二我忘記是第三名還第四名 很強 是吧 雖然我那時候技術還不是很頂尖 因為2018嘛 我技術大爆發頂尖的時候是在 2019 2020那時候 不好意思這樣自己講不好意思 我只是講一下 就是那時候2018還沒很厲害 所以測到第二排已經超強 人生巔峰了 是不是 然後那時候測在第二排第三名還第四名 預賽一起跑 一號彎 OK保持位置 二號彎 OK保持位置 三號彎 莫名其妙 不知道誰撞我 我就跑到草地上去了 你也知道大魯閣的場地 二三四號彎都整個就很像那個 雞的場子一樣 我根本不知道誰撞我 真的我到三號彎莫名其妙 車子就跑到草地上去 而且還跑不出來 因為落類 我那邊慘 沒反應 那個空轉 好吧 只好退賽 那因為你 預賽 退賽嘛 而且在第一圈 還在二三號彎就退賽 所以你預決賽一定從最後一個開始起跑 所以我預決賽就從最後一個開始起跑 那時候我已經很sade 我想說 十幾二十台車我又最後一個 我那時候我記得我臉很sade 就是我臉很sade 然後這樣 我就想說 我撤得這麼好 怎麼現在跑到最後一個人生真的是 喔 好 那預決賽的時候 我就從最後一個開始起跑 那我就努力追 大概追到大概中段 可能就在 第十名左右吧 因為假設二十台車 我就是跑到大概第十名 中間這樣子 我也在找那張錶 我也沒找到 OK 所以我印象中大概是這樣 就是在中段 所以我決賽的時候 就從中間開始起跑 那那時候我已經不抱任何希望 我想說 又要從中間跑 啊怎麼這樣 啊這個地方又這麼難超車 對不對 是不是 而且沒有那麼多車 因為大魯閣賽道比較狹窄一點點 OK 所以他超車不是那麼的容易 然後 就跑嘛 啊跑的時候我當然盡力啦 可以追幾個就追幾個 前面有車 看可以超過他就超過他 然後就往下一個去 然後就這樣一直一直往前 結果追到一個時間 奇怪 怎麼前面沒有車 我就前面看不到車子了 就是我前面再也沒有目標了 那我就想說啊 那應該啦 那是我剛剛在追車子的時候 他們跑掉了 對不對 而且我離前面應該是太遠了 有沒有 然後最後就開到揮起 然後我回來 然後我回來的時候 前面也是有排車子啊 是不是 然後我就沒想太多 我想說 應該是不怎麼樣 因為回來 大概看一下前面的車子 你就知道說 應該就是你大概第幾名嘛 所以我就不抱任何期望 真的是不抱任何期望 結果後來就是完了以後 然後我就把車子推回去 我也不知道喔 然後最後主辦單位就講 那個李老師的車子要驗車 我說蛤 李老師車子要驗車 因為李老師是master第一 真的耶 那時候是突然耶 天降喜羞 我想說我怎麼會第一 前面不是還有誰誰誰誰誰 結果後來人家告訴我 原本的第一名第二名 兩個好像在最後一圈 還是倒數第二圈的時候 在那個五號彎 兩個互相補浪 兩個砰 兩個就出去 然後兩個都沒辦法回到賽道 兩個就退賽 一二名一家就退賽囉 然後第三名 第三名 好像就是 因為前面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故還是幹嘛 然後他閃還是沒閃及 還是跟誰有稍微碰到 就第三名也退賽 難怪我前面沒成 是吧 然後我就拿到冠軍了 所以這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永不放棄 知道嗎 因為根本不知道前面發生什麼事嘛 對不對 前面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嘛 所以你要幹嘛 堅持到底 永不放棄 我常常跟我高三學生講 老師說你考完學測 只有一件事情你會後悔 不是因為成績考不好你會後悔 你唯一會後悔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你前面沒有盡力 如果你有盡力 你絕對不會後悔 老師跟高三學生是這樣講的 OK 老師自己也這樣 永不放棄 堅持到底 幸運就會降臨到你身上 OK 所以我就很不好意思啦 OK 職業檢 是吧 職業帳班講台 抱歉 抱歉 OK 這個故事希望可以 帶給各位同學力量 永不放棄 堅持到底 幸運就會降臨到你身上 OK